情感的这块对我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长的东西 主要看重啥呢 我的标准有好 第一 身体健康 第二 自从正牌 第三 人家万富有的 不能像我原来嫌弃破啥啥种的干啥 得弯绕点那啥呀 所以要找这看 反正还有点素质的 我说当然是小李山村支部书去 你当然了高层领导来家提供饭 带你节目连句音话 所以说骂的音话 这真是猪八戒戴眼镜 甲虫文人 物以为巨人以群分 就你在电视上这小喇叭一喊 我就不信还有哪个领导 还敢来你家吃饭 养几只小鸡啊 十二 杀公鸡 我太忙了我给你们杀公鸡起来 那都不要 基本就杀鸡 你们这么辛苦千里迢迢来的 这一位我才能够月星找阿姨 平时就自己在家了呗 那我 哎呀 这么就结婚了 说得倒是比唱得还好听 你倒是杀一只啊 吹牛逼谁不会啊 就这虚头八脑 假仁假意的 把红娘给得罪了 还找什么老伴啊 大爷相亲也是直播目标 打电话给小红娘 说是乡中上过电视的古大妈 从那以后 那真是胸窝里栽牡丹 心花怒放了 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才找到了一见钟情的感觉 就因为这眼 就中了爱情的毒 这女人就是我的命中注定 大爷说了 我们俩 除了郎才你貌 更重要的是志趣相投 她会没我会辣 我会拉她会唱 简直不要太合适了 但是经过了解 红娘都懵了 大爷跟前妻离婚十多年 竟然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咋的 让前妻看着你秀啊 哎呀 几间屋子呀 这是四间房 前妻两间 我两间 我两间 你还给你赚钱 还有前妻两间 我已经十几年了 离婚前吧 有俩钱 都给孩子买路交属了 既没钱 又没有外在 就有这么多房 哪边是您的房子 刚才那屋算一间 对呀 就是整个哪个房子 往东是我的 往东是他 这个就整个这空间 就在中间化肥袋子一会儿 就掐了呗 大个馅儿呗 大概 就这意思是吧 心里有道房间就完事了 打扮的人模狗样的 就能整这些洋货是吗 两个人的爱情 三个人的狂欢 诚心找司机是吧 但是大爷说了 如果不愿意隔着住 咱还有另一个方案 你可拉倒吧 离婚十多年 都离比脸还干净 找个老爸干两年 就能上楼了 吹什么牛皮呢 就算找个富婆 你这形象也不过关呢 说到前期 大的嘴就没了个把门呢 那真是拍山刀海 滔滔不绝 你看还说前期的事 把我儿子切个撒净 上述都说 你们俩不离婚 给我得撒净这么大 离婚吧 十一年前是我提婚 脾气在拉布山还挺强 两个强势的人 永远是我不在一起 但是我比他还强 以前当个牛 不发量 在情感这一块 对我是像秋风耍 走过夜一样残酷病 你们俩打自己不拉 你没完没了 你可拉倒吧 合着都是人家的责任 自己身上就没点毛病啊 俗话说的好 有人疼的女人才是水 没人疼的女人才是摸了虎 老铁们你说我说的对吧 做了十多年的单身狗 大爷全靠着自己的这一身的才艺 来排解内心的苦闷 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点爱好 当看到古大妈时 让大爷觉得 这不就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吗 我们俩是一个贫脑的 跟前期不是一贫脑 我一拉手他老拽 他你整啥玩把囊子找 其实我拉的不错 我一吵他是明天一眼 我好喂他好浪 我好拉他好唱 这玩意多好 这可以说志同道合 但是人不一定想我 我长得十分丑 他价格我好有一笔 一朵鲜花插在牛纹上 我专门挑战不可能 我的眼睁的 我挑战你吧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至乃而退 不是我的风格 老头这天是越来越有水平 说到最后 好像大妈配你 还有点高攀的意思呗 大爷会玩木头人吗 能不能先把这脑袋给定住 晃得跟波浪似的 是在躲蚊子还是躲苍蝇 别看老头就这么回事 找老伴的条件可不是一般的高 身体健康有文化 有素质还得回来势 起码都配得上人家 这未来当官的身份 一身体健康 第二自从正派 第三人去玩素质 嗯 他有点素质的 我说当然是小李山村直播书去 当然了高层领导来家 齐同范 待遇节目连续音乐 我会说慢点 不求曾经拥有 但求天长地有 若我 他同意跟我结合在一起 我一定 真心地呵护她 爱我她 帮我她 抱我她 说到做到 我的人 错通的都是零 既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咱也不要再推脱了 于是红娘便找到了五十八岁的古大妈 听说有人相中了自己 大妈百忙之中也得抽空来把老头见啊 还得到了闺蜜们的鼎力之识 咱俩唱个修法先嘛 好的 鸡儿啊 在发终啊 拿起来我海蓝啊 我大妈美丝丝的跟着红娘 踏上了寻爱之语 没想到两人一见面 大妈的心就凉了半截 来 走走走 大爷上下左右的仔细扫了一番 得出了重要结论 这回看得我眼了 就这庞大物行 咱就像如来佛旁边站了个孙悟空 但是来都来了 既然都是同道中人 自然不能错过切梭的机会 大妈赏脸给了这只菜鸟的机会 没想到大爷还不过瘾 非得载到院子里再整一段 可拉倒吧 跟着蚂蚱似的瞎蹦个什么劲啊 就这水平 怕是村口的秧歌队都进不去 但是 人家大爷反而 对大妈跳得有意见了 一般吧 太好 那咱不是太好呢 哎 我那都没啥投入 我啊 跟这时候的气压 也 很好处的 就 都是我俩那个 一波操作下来 大爷也没有了挑战 不可能的自信了 不好意思 从电视上 咱也瞧不出高啊 胖瘦啊 实在没想到长得这么壮实 虽然有自知之明 但是大爷还是想在外爱努力一回 可能是领导当习惯了 就爱说两句 没想到说着说着 就扯到了前妻 然后又开始了滔滔不绝 那你喜欢找人家没找 没找 没找 别说找不找 就我们俩十几年 东西分居 而且像仇业 这事你不用带 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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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出了那么两趟 我说你还扯啥 我说这人没找着班 找着班也瞎哥 我说你不得给人整死了 我说你都消停了啊 别咋要忘了 别支持我 没有这义我为父 大妈也不是那傻大哥 两个人的婚姻 哪能是一方的错 就你这脾气 咱俩成了也得离 我俩性就不行 说话不行 还说话就激动就要抱着 你那么激动就不怎么办 这激动的说 那有人就一般人接受不了 那对呀 那心平气和的 我就是说 我们那家那前妻 老脸不是红脸出 最好听见 我还来 他总能压我 压的我 我再扯得不了 我就是反过 我跟他也喜欢 你以为我就是总能不干 我刚才 你是干啥啥不行 赖人第一名 在电视上这么公然的说 你前妻 小心他回家来尝你那嘴巴子 看着这位自以为是的老头 大妈是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但是大爷却茫茫然不知所以然 还牛逼了起来 想做大哥的女人也是有要求的 你成的可以这么多 你还想说上去这五岁 很高兴 一个晚上唱完了 住了三十五岁的 那想办老脸为了啥 另外 我打个天堂说两话 外面你知道 贼跟贼亲民 军人员员 大有云大也 但你不一定是那样 你别多谢啊 六度他还唱啥 蹦着不动挺累的 我听说你还有老板 大爷慷慨啊 为了不再独守空房 愿意每月给大妈一千块钱的工资买营食 但是大爷就在问了 我这一千块咋就不管用了呢 一千块钱 够花不了 啥一万块钱 你是给我一万块钱呢 还是花一万块钱 就是吃喝喝啥都算了 不 咱俩上来一起 一年 给大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完了你可以 自己吃喝喝 就由你吃喝 可以外出那样 吃喝喝 我都不管 好大的诱惑啊 要不是要上电视 怕是大妈 早就让你见识了 什么叫做五彩斑斓的世界了 还有你撒欢的粪吗 最终两人的相信 还是以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明天见